我们看一下这类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小沈29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 小王30岁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有请 欢迎两位谈了一年了是吧 对 今天来是想分手的是吧 对 是我跟他提出了分手 不想分是吧 对 为什么非要跟人分手呢 因为是我家人不同意让我再找一个外地的 因为之前我有一段婚姻 失败的婚姻 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就是个外地的 我发现他有那种暴力情形 他会打他自己狠狠地打 因为我害怕 因为我跟他说过我以前的经历 因为那天晚上我回来上夜班 回来了 饭都没吃上了 开始挺好 不大一会儿他就跟我提出 无意间就跟我提出分手 然后我为他为什么 为什么跟我分手 他不说 完了在那儿就抱头就哭 怎么哄也不好 然后我就恨我自己 这时候还是做得不够好 我怕女人哭嘛 所以说打了自己一顿 自己也感觉不够优秀 要不也不能他跟我提出分手 又哭的啥 那您过去谈过恋爱吗 谈过 有过婚史吗 结婚证什么也没有 也没登过记 骗彩礼 就是你曾经被人骗过 对对对 婚姻当中没孩子吧 我有过孩子 判给男方了 孩子多大呀 九岁 家暴怎么还会判给他呢 是我选择放弃了孩子 行 那你能理解他那种害怕吗 是 我能理解 但是我也在努力啊 就想给他安安安的家 不想再受苦了 我从来也不打过女人 因为女生比较弱小 是我不想欺负你 但是他和他的家人 都不相信你 对吧 对 因为我跟我家人 我家人知道 他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我家人说了 以前你经历过 你还要去找外地吗 你还要会选择 离开我们 和跟他去远方吗 那没事呢 你结婚以后 就留在他们那儿行吗 行啊 我想过啊 那不就完了吗 这不是个问题 不是 他总说 他会给我一个家 会爱我 他爱我什么 每次他自己转过去玩手机 从来不说 跟我说句话 我有的是主动我去问他 能不能不要玩手机了 咱俩说说话行不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包括我每次认识他 这么长期的家里来 他没有带我逛过街 没有带我去溜达过 我俩没有真正的 我俩照片 也没有说是看个电影 吃一个饭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 就是特别老实一个人 就是不好意思 我自己都没招过相 自己都没自拍过 也没发过朋友圈 他不懂你 也不疼你是吧 没有 那你们俩怎么好了 一年多了呢 刚开始他对我 确实特别的好 因为开始 我俩是在一个酒会 我朋友这个 就酒会认识人 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妈那会儿 就属于一见钟情吧 就感觉 丑他特别踏实 感觉能够好好过日子 那种女人 然后我就喜欢他了 回来就问我朋友 要微信 我们就加上了 开始的时候 连朋友都没确定 这关系 我俩就聊了一些话 他说他没有工作 我在这边 天津正上班呢 怕他吃不好啊 穿不好啊 我就给他转账啊 发红包啊 甚至给我转的啥程度呢 就是我自己都吃不上饭了 水也喝不上 烟都抽不上了 出去蹭去 上班嘛 就朝这个要一颗 那个要一颗 他也不领情了 他收你的钱吗 收了 你为啥收了 刚开始我没有收 后来他跟我说的 有些话感动我 他说了 你看我把钱给你了 给你发钱了 我都没钱了 那我想知道 你们交往以后 他还是这样对你吗 我没有感觉 像他那样了 那你们现在 在哪儿生活呢 天津 你父母在哪儿 我家在河北 就是你父母 然后我来 我拿着他给我的钱 来奔他找他来了 上天降 我没有听家里谁的话 我就过来找他来了 然后来了之后 你发现不一样了是吗 对 我们接触时间长了 就不是那样的 那现在你们家的钱 谁管呢 没钱 一个月挣多少 给他留多少 他没有稳定的工作 啥活都干 一百多也挣 有活就干 二百多也干 没活就不干 所以他是没有稳定的工作 对吧 我两个都没有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呢 因为我们两个学历都不够高 但是现在有很多不需要学历 只需要人力的活 是啊 那活很累 我跟他去干过 我装卸了一天 满头大汗的 整个人都湿透了 第二天我还去干 他根本就 没有说是 想真正的我俩 挣个稳定的工作 有份稳定的钱 就我俩都现在都成啥样 我能说是去看我孩子吗 拿什么去 别说让我去拿脸去看 你跟我在一起饿着你了 还是吃不上饭了 还是喝不上了 是 我没有饿着 我没有渴着 我要的是平平淡淡 有个温暖的家 不是这样拼搏这么累 这么苦 我以前吃过苦了 这不是过度期吗 我不想这样了 你不得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吗 慢慢的吗 你每次跟我说一步一个脚印 脚印在哪 那还有一口吃个胖子 他不会走那去 会跑了 那不一步不走吗 我让你去干什么了吗 我只是让你找份 稳定的工作而已 我让你干别的了吗 没有吧 我想要的根本都没有 没错 我想要的那一切一切都没有 我只想要个简单单的 对 你想要的并不简单 我不需要大富大贵 你想要的并不简单 你想要的哪里简单 但我是现在没钱 那不可以慢慢努力吗 谁出生就有钱 咱们爹妈不是什么大短 我跟他要过什么 你问他我跟他要过什么 他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吗 买过一个粉吗 买过一个包吗 我跟他要什么了 他一共给我发过几回钱 一共是多少钱 你问他 我问他这要干嘛呀 我不好奇这个呀 好 可以 对啊 行 你跟我发这么大的火干嘛呀 是因为你说的我 说我 我要的不是那么简单 对啊 我这话有什么错吗 没错 挺贵的 对啊 我需要经济上的东西 我大富大贵 我需要这个人懂得情调 我需要这个人打理 我需要这个人心里 还有我闺女 我需要这个人接受我的一切 不是 对吧 我没有让他接受我一切 我只是要让他 不接受一切 我怎么跟你结婚呢 他也没有跟我说结婚 所以我说你要的并不简单嘛 你不要结婚是吧 你只要处对象 是这意思吗 不是啊 我要的是结婚 那不就完了吗 那我说这话有啥错呢 我怎么就得罪您了呢 您就攻击我呢 我没搞清楚啊 我很同情 我就很同情一个女士 我说你要的并不简单 这句话在哪儿踩着了 您的哪一根神经 您开始攻击我 我不知道啊 其实这是我特别好奇的 这个是我们最想观察到的 你受伤害 不是我带给你的 也不是这个男人带给你的 你受伤害 是你的第一段婚姻带给你的 如果你没有 把那个东西走出来 你干吗还要恋爱呀 我走出来了 你怎么走出来了 你哪儿走出来了 我们接着说你们俩的事 好吧 你是不是会认为 因为他嫌你穷 所以他要跟你分手 不是 主要就是因为 他这个家里人 他因为上一次嘛 他有过那个事情嘛 因为他家里就是 根本就不相信外地的了 我也是外地的嘛 不是 主要是你自己那瞬间我怕了 原因在这儿 他怕了你为什么不走 因为我放不下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他 当时就是 喜欢他为什么 不满足他的任何要求 我其实好奇这个 因为我就属于一个直男 不会不懂得什么浪漫 你归直男归直男 但是人家要求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不给他 这也没说过 主要说过这些 暗示可能暗示过 可能我有点笨嘛 但是我从来是没主动过 说看电影啊 对啊 什么什么什么 不是看电影 就是我俩出去 一起溜达都没有 就找工作 我俩就手牵手正常的 有吗 没有 要不是你走我前边 要不是我在你侧边 反正没有说 我俩在一起走 好像跟仇人似的 分开的 就算啥也没有 也不代表我不爱你吧 对不对 啥都没有 不能代表你不爱他 但可以代表 他感受不到你爱他 是 这点我承认 是吧 人家感觉不到 就算没有嘛 我可以改嘛 改啥呀 就把这些 他不想 一个成年人 别人提出了分手 为什么不让人 跟你分手呢 因为我感觉 我感觉就是不值得 为什么 因为这事不值得 你说 你觉得不值得 因为我也没有 没有想家暴这个 就这个心理 从来都没想过 说说 我不知道啊 都打过他 我也不了解 他也不了解啊 只有你了解 我自己怎么想 我自己心里清楚啊 对啊 但是 他不敢相信啊 我想要我的实际行动 但是他不敢相信啊 你的实际行动 我不满意啊 这个事真不好说 我只是自己 怎么想到 我自己心里清楚 但我不清楚啊 我这个我就代表 他问的啊 咱俩出什么时间 我没骂过你 没动过一个手指头 你我也百叶百顺 就算我俩 你觉得说 在一段婚姻当中 只要不动一个女人 就算是爱她吗 不是 那还有别的吗 我也想给她 个完整的家啊 怎么给啊 挣钱呢 干活啊 挣钱呢 再挣吗 但是好像她不满意 对吧 对 是我这个工作 那我杀活也干了 该干也干了 就慢慢整吧 不能说一步就上去吧 都得慢慢地 对不对 你接受吗 接下来我的好奇又来了 其实这种情况 完全可以从天津离开 回到河北老家 这个事不就解决了吗 我是要走啊 她不和我分 不是 你回家就OK了 你回到那儿 家人会保护你 但是有的时候 我心还是软 不是心软 她一说话 我还是放不下 万一她一个人在这儿 她要受苦吃累了 怎么办 跟你有关系吗 你何必跟一个 跟你交往了一年 你又认为 她有暴力倾向的男人 拉拉扯扯呢 她没有拉过我 我说你何必跟她 拉拉扯扯 拉拉扯扯是个形容词 所以你还是喜欢她吗 你还是爱她吗 你把你最核心的诉求 说出来让她知道 我就想让她 好好找个稳定的工作 OK 不要这样天天的 午夜游民是干这个 干那个 好 明白了 有能力找一个 稳定的工作吗 我还是放不下 她会打人 有能力找一个 稳定的工作吗 有啊 为啥不找 所以我也没啥文化 曾经说 要我干什么经理啊 要我真找过我干过 我说那不是我这 活儿我不能接 怕给人干砸了 实在是 你要像我干个场子啥的 说一月再累点也行 这七八千八九千呢 直接问一句话 你现在的这个财富 娶个媳妇难吗 那不算难 基本上娶完了 也是没啥玩意 因为之前有过一段 被坑一段 所以你是觉得 她不会坑你对吧 是哦 因为我特别相信 所以问题就在这 好了 清晰了 所有的问题都清晰了 一个人带着伤 要开始一段婚姻 另一个人也带着 一段伤要开始 这里面就是错位 你最在乎她的 是不是爱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你最在乎她是 她不会骗我 是吧 对 她简单啊 她的诉求非常简单 你要的不一样 没有对错 这里面没有对错 你要的比她多 对 这里面没有什么对错 我要的是 要的是 你不仅要一个婚姻 你还要这个婚姻里有爱 你不仅要这个婚姻里有爱 还要能够感受到的 那种爱 对不对 因为她每次说话 特别地恨 每次她想惹别人生气 反过还指责我 所以你可以走嘛 让你走 你又舍不得嘛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嘛 我有说错吗 她为什么来要攻击我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什么都没说 她开始 就是完全是那种攻击型的行为 马上就发生出来了 没有 我现在就在 你根本不了解 我说的含义是什么 那您把您想说的含义 用普通话告诉我好吗 我不说了 我让你说我说错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攻击你 因为你说得对 不是 我是觉得我了解你嘛 我觉得你对婚姻里面 还是由你自己要求的 我对话错了吗 嗯 我要重新学习普通话去 现在嘉宾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太失败了 不过索性还好 我们有老师 对不对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生 有一点我非常同情你 家暴 是很多女性 不堪回首的伤痛 但是有一点 你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 误读这一位男生 他有过一次自残 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自残 这往往是在极度的悲伤 是我说了一句分手 他就打了自己 因为这样的自残 当然不是好的行为 如果多了以后 那还真是心里出问题了 他这一次时间久了呢 只有一次 这个就是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 因为男生 他往往是在极度的悲伤 极度的绝望 极度的后悔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他去自责 用了不妥当的方式 并不代表 这个人 他会有家暴的倾向 但你们两个人 今天既然到了爱金宝一站 我负责任地说一句 是因为你们两个人 没有感情 再婚 往往是因为受过一次霜 谁都会非常谨慎 因为怕自己第二次再受霜 但是事实是 很多的再婚夫妻 往往走进婚姻 不是为了爱情 也是没有爱情 我个人认为 再婚还一定要为了爱情 还一定要有爱情 对你来说 是因为存在着 有很多的一些担心和担忧而已 但是有一点你的感觉很准 因为你从这一个男人身上 你感受不到爱 这一点是实实吧 再婚家庭 如果没有爱 宁愿不走近 因为人 等到受到第二次伤害 就像生病一样 会更加地痛不欲生 使得很多的再婚家庭 带来了二次伤害 谢谢波红雄 杨老师 我听你们的讲述 心里真的是挺悲凉的 其实你们是两个年轻人啊 一个29 一个30 怎么就那么丧呢 我就真的是 由刚开始的悲凉 变成慢慢地很愤怒 我们现在社会上 创造了这么多的机会 给每一个人公平竞争 或者靠勤劳 靠双手 能够养活自己 照顾家人的机会 还不够多吗机会 如果说我们的婚姻的底线 就变成女士这样 我就是找一个人 不要打我 然后给我犯票 养我 给我钱 不是啊 你刚才说完说完 不就这样吗 不是啊 我去挣钱啊呀 只要你要 不要耍脾气就行 行 如果一个男人 对婚姻的底线 就是这个女人 不要骗我的钱 不要坑我 我就找一个人 和我共同面对 生活的苦难 那还结什么婚啊 你一个人苦着不好吗 非拖着另外一个人 一起苦吗 女生 你没有从上一段 婚姻的痛苦中走出来 那你就不要再去 纠缠进 另外一段情感当中了 我走出来了 你走出来什么了 你说她给了你钱 所以你从老家 来到了天津 和她共同生活 我不是从老家呀 你拿着她 给你的钱来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拿她的钱来呀 你自己不会赚钱吗 你为什么要来天津 跟她过日子 你在老家过得不好吗 自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想依靠另外一个人 给你未来的生活 你靠山山岛 靠水水段 你靠谁都靠不上 只能靠自己 所以我特别希望女士 能真的去醒一醒 先把自己人格独立了 过好自己的日子 找到和女儿 能够抚养她的最佳的方法 是给钱 还是常去看 还是接来赔 把生活捋顺了 你才有资格考虑再婚啊 否则你不是再婚 又遇到一个脾气暴躁人吗 你说得很对 他能打自己就能打你 你刚才不是跟余老师杠吗 说那他这一次打自己 以后呢 你处着个脖子 你啥都知道你干嘛 还以身是法呀 自己觉得不爽 走就好了吗 男生也是 你那么苦大仇深的 自己都没有做好 迎接生活的准备 都没有勇气说 我能够撑起一片天 你拖着别人跟你受苦 何必呢 二十郎当岁三十出头 把日子过成这样 大好的时光 不去努力 不去积极阳光 好日子不会好好过 谢谢严老师 来来来 珊娜老师 作为一个妈妈 你怎么敢把自己的女儿 交给一个 有家暴史的父亲抚养呢 我怕她跟我吃苦 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 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人 不管您之前的人生 是什么样的 当您成为一个妈妈之后 你应该有一份责任心 你也会担心女儿 对 跟她在一起 对 会不会让爸爸打 对 奶奶对她好不好 吃得饱吗 穿得暖吗 过得怎么样 对吧 对 所以作为一个妈妈来说 不管再难 我应该先顾得了 女儿的安危 再去谈风花雪月吧 女儿都不知道怎么样 在这儿谈什么恋爱呀 其他的我都不跟你讲 什么有家暴性向 嫁不嫁人的问题 你把一个女儿 支支于那样的 家庭环境当中 你不着急不担心吗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拼了全力 我先让自己温饱解决 接下来的第二步 我不是找男人 我是回去找我的姑娘啊 其他的过多的话 我就不跟您说了 造成您今天这样的日子 为什么遇到一个男人 就是一个有家暴性向 然后自己打自己 逼的一个男人 自己打自己的一个男人 为什么 这个深层色的东西 您可能理解不了 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 您现在有能力 先解决自己的温饱 解决完了之后 尽量快地去把女儿接回来 就说这么多 谢谢 来 曲总 来 男生 你谈过恋爱吗 谈过 特别喜欢对方吗 是 逛街拉不拉手 逛街拉过 都他们主动的 这么说不仅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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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爱情才能走在一起 不是彩礼 不是不骗你钱的女人 只有能给你很多的男人 才去跟他步入婚姻 而不简单的是一个不打你的男人 你们想清楚时间交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为你改变一下我自己 改到你满意为止 也努力也努力赚钱 也努力赚钱把你女儿接回来 让给你个完整的家 从今天开始 我也不会对你有什么那种动作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听你的 我不能跟你说保证什么大普大贵 但是我保证你一时无忧 这我是能的 希望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你看着 看我实际行动就行 我真不能改了 你再跟我分手 可以吗 谢谢两位啊 请回谢谢你们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